称科比巡演阻碍他成长 朝前队友库里喷垃圾话让其罕见发脾气 拉塞尔的情商到底有多低 无论身处各行各业 人情世故无疑都是一门必修客 即便是在NBA中也不例外 而在联盟中就有一个球员因为自己的低情商 导致本应该有大后前程的他 直到现在也只是一个角色球员 他就是胡人队的拉塞尔了 众所都知2015年选用大会 胡人队用榜眼签将其摘下 而15-16赛季 新秀赛季的拉塞尔刚好赶上科比的退役赛季 因此那个赛季胡人队的重心 都带给科比办好退役演出 而一向大嘴巴的拉塞尔就躺在日后向记者吐槽 称当年那个赛季 仿佛胡人全队的首要任务 是完成科比的退役巡演 然后才可以继续我的成长之旅 这么公开指责球队老大哥和队史名宿 拉塞尔被球队扫地出门 也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 除了之外 在上赛季结束后的休泰期 拉塞尔还干了一件没情商的事情 那就是公然吐槽球队的主帅了 当时斯多塞七 拉塞尔和贝弗利参加同一档节目 而此时已经从胡人队离职的贝弗利 在吐槽胡人队 而只见 当时还和胡人队有合同在身的拉塞尔 也是开启了吐槽模式 称胡人队让自己打空位 我就打空位 让自己打分位 我就打分位 妈的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点啥 让他们满意 尴尬的是 斯多塞七吐槽完之后 他这赛季又回到了胡人队 你说这尴尬不尴尬 而在之前 一场胡人勇士的比赛中 拉塞尔曾在比赛中 朝自己勇士时期前队友 库里喷垃圾话 让詹姆斯点名打库里 喊得那掉一个起劲 结果这招来了库里的反感 让一向好皮皮的库里 朝拉塞尔回喷 你以为你在跟你说话呢 可从板凳锡上来 让我打抱你 不得不说 拉塞尔的情商是真的看优